我是给自己挖了一层 广东和刁宁 怎么呢 广东和刁宁谁能赢的 这个坑还是挖到这儿了 当初喜欢山老师 我喜欢这个词 这个用词 确实我感觉这个人 就是已经深入内部了 然后他就是在跟一顺 CB挖掘机挖掘比赛评实力 各位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季的第五期节目了 那么赵丽呢 这一期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 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这位呢 杰丽老师 我们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是 不用介绍了 对中华篮球推动很大的关键任务 关键任务 所以你看这专门有粉丝 我也是才知道 鼠标 鼠标特为一个演员和篮球爱好者 但是是杰丽老师的粉丝 老粉了 不能说粉丝 就是我们说网友 网友 那今天呢 这边位置也换人了 连续走了好开心 因为主要是换了静和 这个心情就显得愉悦了很多 开心了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跟随着小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篮球一年级新生景和 那呢 我在这里的这个交友宣言就是 实感成就梦想 真棒 那行 那咱们今天就还是先到了热身区 投篮那个地方 热身 那我就随时开始吧 对对对对 你就直接开始就行 好嘞 你认为这边的第一阶段呢 当时的主教练是谁 敏露雷 当时的球队外援是谁 马布里根莫里斯 好 北京手刚好本赛季的双塔 时间到 哎呀 说老师 传他得锻炼了 是 双塔 第一次我们这个节目 有人在投篮机上传起来了 我是 激动的 主要是 激动的 没事 74分 74分 跟贾磊呢 我觉得是有机会一战的 戴老师乘客了哈 规则就不用介绍了 沈梓杰是哪一年进入的CBA 1617 可以啊 李慕豪是哪年进入的CBA 李慕豪是 李慕豪是那个1314 马布里得过几次总决赛MVP 马布里得过一次 北京手刚另两位总决赛MVP都是谁 李却连莫里斯 孙悦效力过几支CBA球队 完了都 完了 122呢 我跟你说 这122 胶子倒也不滴 能投入了 贾老师 我之前看节目 看节目了 就是您之前 决大课没这么准吧 这么高分 我打职业就很紧张 今天我自信满满的 您这属于就是这简直软的 就是玩明年 这是人性 算了 但是这个奖品终于能拿回家一个了 奖品终于赢了一个 之前多少胶子拿走了 贾老师 还是很强 依旧很强 辽宁 我们看了 在这个赛季全华班之后 还是展现出他们本土实力的优势 那么请问广东和辽宁 是 我是给自己挖了一个空 给我们东和辽宁 怎么呢 怎么 你觉得他们还会再相遇吗 我觉得很有机会 鼠标 你同意吗 这个事 肯定是同意 平常我看那些篮球的一些 新闻和资讯 主要是源自于贾里老师这边 但是我感觉贾里老师今天好像 还是有点谨慎了 有点谨慎 不像他平常说的那么 放得开 是 镜和赛有点紧张 是 做的姿势都比平时端着的一些 选择放不太开 那你放开一点 放开一点 谁能是总冠军呢 谁能是总冠军呢 我觉得如果威姆斯来了 对于广东来讲 他这个未免的机会 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熟 对 因为熟 然后呢 也有这个基础在这 加上阿联复出 填补了他们上赛季内线的一个空缺 天平可能稍稍倾向广东一点 那咱们也再盘点点别的 行 第一阶段到现在为止 鼠标觉得M1P的派行 郭爱伦 然后王哲林 赵继伟 沈子杰 王哲林 郭爱伦打的场子少 少一些 为什么说赵继伟呢 很谨慎 为什么赵继伟呢 是 郭爱伦不打了这些时间 赵继伟的场军助攻 实加的表现 因为你实加很难 对于国内球员来说 因为你还得打一强位 你身边的队友还得好 是不是 你比如说我和树海老是一个队 我夸夸一直给他传球 他帮帮一直打铁 我这助攻没有 没有这事 因为他都自己投了 就是他传球 确实就是不担 实际上给人上对抗 然后完了投篮就是男分左右手 左右手 122分给7 手放又是点 又是点 静河 他们俩这个MVP 一个说是郭爱伦 一个说是赵继伟 你觉得 我觉得实干才能够成就梦想 只有成为实干家 才能够达到最终 SIM当中的那个顶级的MVP 拿错不了 鼠标说一说 当初怎么喜欢是家里老师的 我当初是 哎 当初喜欢是家里老师 当初怎么 迷上 迷上 怎么会迷上 就那会感觉就是 资讯其实不是那么的方便 然后就开始看家里老师发的这些篮球资讯 就觉得哇 真是一手资料 是 感觉这个人就是已经是有深入内部了 嗯 跟你讲一下当年的故事 就是说 哎 五花亚军赛的时候 东阿德呢 当时啊 跟媒体关系呢 不太好 不太好 然后呢 采访呢 不太让这个记者进去看他们的训练什么的 啊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大家记者就在球馆的外边 然后就找有没有门能进去 我想起来有个事 因为当时啊 记者嘛 都想挖 进去挖这一手新闻 对啊 挖一手新闻呢 然后呢 但是不让进 我就想了一办法 哎 有一个 词乖的赞助商球迷助威团 我说哎 我扮成球迷 哎 球迷 混进去 就是哎 我们当时路过人群的时候 那家里跟我们 别说转啊 别说转啊 不要说出来这件事 混进去 后来混进去 拿到了很多一手的独家资料 这可是能力 为什么你混不进去 我是夸你呢 我是因为那个衣服我套不上 套不上的衣服有点小 重新的衣服有点小 是 小卡 你觉得咱们今天到现在为止聊的怎么样好不好 满不满意 小卡说不满意 小卡说他准备了一个问题 好 来看看小卡带来的什么样的问题啊 贾磊老师 聊一聊CBA第一阶段印象最深的事件或者瞬间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比赛 如果说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北京赢广东那场 北京赢广东那场 鼠标作为北京球迷 你来说说这个感受 就北京现在的阵容 加上咱们还马上要鼓进来的 像林柔豪马上回来了第二阶段 我觉得其实就纸面的阵容 首先我们不刺 而且咱们现在双塔这战术 我觉得正角还行 是 那北京有机会挑战冠军吗 就是我觉得呀 这关键还是看外援 还是看外援 北京的代援有什么新动向呢 北京外援 您可以说说 但是前面咱们都说了 签了巴里布朗 另外呢 我觉得就是吉普森之前 这个已经撒了 也有很多传言 有很多传言 咱们就在这就告诉大家 吉普森是已经签了 但是呢 还有第四个 我的天啊 但是咱们 但是就是来的这个过程 可能中间还会需要一些等待 比如说这签证的手续 对 这我都 我就说第四个是谁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说呢 之前还在接触这个汉密尔伦 和汉密尔伦谈 老朋友汉密尔伦 但是大汉呢 大汉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CBA 整个中间拖的时间比较长 中间还隔了两个月 但是那是四个真都来了 四个真都来了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们第三季开放主客场 可能没有那么封闭了 对大汉来说 而且时间你也不用打那么长了 对 第三阶段大汉也来了 四个都来了 也是有可能 人均只打12分钟 有可能 是不是亮 是 是不是亮 谢谢佳亮老师 没白来 真是一手太太兴盛了 是不是 都烫手了 这把小砍码 那咱们这一环节聊天到此 暂时告一段落 先取任个飞镖 一会儿坐下来再聊 好嘞 这回咱们投拿鼠的 飞镖能就一镖的晒 石头剪刀布 断出 一把 佳亮老师先来 对 佳亮老师 对 对 差点50 25 绿的啊 绿色的 有了随便你说 是你吗 我之前看了 你不是你全是超市民发挥 他是怎么回事 他真对你 鼠刘尔加油 我给你加油 很多吗 哎 昨天 哎呀 我觉得就是 哎 真是 这怎么还能扎进这个边儿里了 就是 其实在那个 我们按照海淀的规矩 哦 海淀的规矩是扎到缝里头 算60 算60 好像有 是不是 简老师有吗 有吧 这儿朝阳啊 咱这是这儿朝阳 我听朝阳听众的了 那就是 这个按照朝阳的规矩呢 是偷把 今天这个就得接受惩罚了 好 实干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加油啊 实干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哎 实干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实干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再后一遍 实干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厉害厉害 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个 今天最后时刻的快问快答的问题 24秒 24秒 只能说24秒 先说一个人名 第一阶段 你心中的CBA的场上的实干家 开始 实干家 我觉得应该是一减联 阿联受了那么大的伤 大家都以为阿联可能回到赛场 会受大伤的影响 可能都回不来了 但是呢 我们看阿联这个赛季 重新站在了场上 而且第一场比赛就打出了很好的状态 对 帮助广龙队重新 还是维持在了一个 去总冠军的这么一个 争夺总冠军的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阿联在受这么大伤的情况下 能够回来 是真正的实干家 实干家 实干家 这也特别好 他说了一剑联 这个确实是咱们中国篮球的 定胆标 那鼠标 好 你心中的实干家是谁 我心中的实干家是 北京首钢的Jao川 好 24秒开始 首先呢 我选Jao川是因为 首先我是 手钢是我的主队 其次呢 Jao川这个赛季 其实他也是商与归来 然后商与归来之后呢 我觉得在场上大家的表现 就是有目共睹啊 确实是非常的拼 而且他就是完全在场上 没有那种说好像 懈怠了 松懈了 对自己的技术不好了 他可以说就是 他就是一个实干家 就是一个实干成就梦想 24秒 好 掐技时比你还准 实干家 那咱们本期节目呢 就 落在这儿 显得非常的圆满 很圆满 那就欢迎大家以后都还常来做客 那然后呢 常来我们卡特比勒的CBA八学机的栏目 和我们一起用实干成就梦想 第二道 tea 第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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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道